不要轻易的去爱一个人,因为喜欢一个人或许只需一秒,但是忘掉一个人可能就需要一辈子,重情的人总是受伤,没急没费,才会活得不累。 以前看过一段话说,喜欢你的人对你说我去洗澡了,之后还会告诉你我洗完了,而不喜欢你的人在说完我去洗澡了之后,像死在了浴室里一样。 这世上没有无人无故的主动找你聊天,也没有无人无故的不回你消息,喜欢和不喜欢,别人表现的都挺明显的,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,只是你自欺欺人罢了。 所以亲爱的,别的被爱的讨好一个不在乎你的人,别再拿自己的真情浪费时间了,如果有人不珍惜你的好,不如就到此为止吧。 如果有人无视你的真情,不如就完好收回吧,对的人是不会让你感觉到心累,不会让你惨,也更加不会冷落你。 别再明知故问,也别再优柔寡断,不是他忙,只是你不够重要,爱你的人,东南西北都顺路,想你的人,白天黑夜都不忙。 如果他不珍惜你的好,不如就到此为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按赞的DIT